重磅科技消息,谷歌云在AI亚洲峰会上宣布将进一步加大对新加坡政府和企业的AI支持。 无论是数据安全、AI模型落地还是产业合作,都释放出一个信号。 新加坡正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的重要试验场。 那么,谷歌云带来了哪些新突破? 对新加坡又意味着什么? 这次峰会上谷歌云最大的亮点之一,就是将最新的Gemini人工智能模型。 Gemini模型不仅能在谷歌分布式云隔离版全面上线,同时也在互联版开放预览。 对新加坡来说,这意味着什么? 就是政府机构和企业终于可以在完全隔离的本地数据中心,直接使用先进的AI能力,同时又不用担心敏感信息接触公共互联网。 像战略资讯科技中心、政府科技局、内政科技局,都会成为亚洲首批能使用隔离版Gemini的用户。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展,既能保证数据安全,又能加速新加坡的AI应用开发。 不仅如此,新加坡政府还将和谷歌云合作,建立一个专门的AI沙盒环境。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就特别强调,政府科技局将通过这个沙盒来测试所谓的代理式AI,Agentic AI。 试想一下,未来政府部门在处理公共服务、政策咨询,甚至应急管理时可能都会用上这些智能代理,提升效率和精准度。 对公众来说,这不仅意味着更快的服务响应,还可能带来更透明、更个性化的政策体验。 新加坡一向擅长小步快跑试试点,这次用沙盒来探索AI应用场景,正好契合它先试验再推广的治理风格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是谷歌云宣布。 新加坡云区域将率先在全球范围内,什么意思呢? 简单来说,就是企业和机构不仅能把数据存储在新加坡本地,还能确保AI的运算和处理都在境内完成。 换句话说,从存储到计算,全链条都在新加坡内部运行。 这对涉及金融、医疗、公共安全等高度敏感数据的行业意义重大。 比如新展银行或大型零售集团。 在本地使用AI搜索、生成式模型或企业级笔记工具时,就能更放心不用担心数据跨境带来的合规风险。 可以说,这个本地化AI举措让新加坡在数据安全与创新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。 除了政府部门,谷歌云这次也宣布将与多家新加坡本地机构开展或扩展合作。 这其中既包括金融巨头新展银行,也有零售龙头评价集团,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。 比如,在金融领域,AI可以帮助银行进行智能克服、风险管理和市场分析。 在零售业,AI能优化供应链预测消费者需求,甚至提升顾客购物体验。 在大学里,AI更是推动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工具。 可以说,这些跨行业合作不仅让新加坡各行各业都能吃上AI红利, 也让谷歌云牢牢扎根在本地生态。 对企业来说,这是一次抱团升级的机会, 对谷歌来说则是进一步绑定新加坡市场。 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是谷歌云单纯的产品升级, 更是新加坡在AI全球版图中强化地位的体现。 我们都知道,新加坡国土不大, 但在数字经济和数据中心布局上, 却有着超强的战略优势。 它位于亚太区域的核心航道, 又具备健全的法律和合规体系, 因此成为跨国企业设立AI和云计算枢纽的首选。 谷歌云选择在这里率先推出新服务, 不仅是看中了市场需求, 更是因为新加坡政府愿意和企业一起试点探索。 换句话说, 新加坡正把自己打造成全球AI试验田。 未来很多新科技可能会先在这里落地, 再推广到全世界。 总的来说, 这次谷歌云的宣布不仅带来AI产品和服务的升级, 更让新加坡在AI治理产业落地和数据安全上走在了前列。 无论是政府部门的AI沙盒还是企业的本地化应用, 都预示着一个AI驱动的新阶段正在开启。 新加坡的下一步不只是使用AI, 而是要把AI变成整个国家的竞争力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 请为我们点赞, 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吧。 订阅我们的频道, 打开小铃铛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